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到两位 包括王任贤医师以及国民党立法委员赖石宝都说 这个人静悄悄的 而且出货才11万7千剂 表示剂量太少 而且王任贤身为一位医师 他还指称说是因为我方去哀求的结果 所以AZ就东臭东臭西臭 才凑出了11万5千剂的疫苗给我们 但是今天指挥中心的中央人祥说 其实泰国跟越南所拿到的第一批 也是11万7千剂 最重要的是因为大概他的包装就是如此 各位你知道吗 日本他们总共有200万的医护人员 他的人口大概是台湾的8倍到9倍 他有多少的拿到AZ疫苗 有多少万份呢 到现在为止AZ送到日本的 也只有87万剂疫苗耶 他们的疫情的程度比我们严重很多啊 所以为什么老是要这样子鸡蛋里 挑的不是骨头挑的是钢铁 就是要打垮台湾 然后要彰显中国吗 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 疫苗呢来了 好现在又要逼苏贞昌打 逼蔡英文打 有意义吗 同时呢在国民党方面呢 那个看起来很老实 而且最被认为呢 单线领导笨笨的江启臣 居然被这个蓝血出身的国民党人呢 集体为欧 而且还有外部的力量叫做国台办呢 赵康加上国台办来骂这个江启臣 但是他们敢骂拜登吗 因为最新的提出这个抗中的 要支持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跟安全上的联盟关系的 是现在的美国的总统拜登 而且他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了同样的话 那面对美方的态度 这些人却这个牵默不敢有任何的呛下 原因是什么呢 欺负人吗 就是欺软怕硬吗 还是他们真的有非常非常高级的优越感 包括了连胜文 也以江启臣作为目标 这些人为什么会重要 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是 像赵康啊 以及他的这个立场上的好友啊 邱毅这些人 好像有外省第二代的创伤症候群啊 到底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们的第三代 全部都是认同台湾的 变成了天然土 所以他们呢 出现了心理上的障碍嘛 我们等一下有两位 是外省第二代 包括我本人要跟大家做健康的正常分析 同时呢 我们在节目里面 也要回顾一下养涛沙 到底我们的农产 跟相关的这个产品呢 技术被偷走 是谁造成的 当然是国民党这些 这个过去的 在农业的机构里面的高官显达 他们卸任之后 把我们的技术偷到中国去 然后让中国人赚钱 来欺负台湾的农民吗 法律不能够制裁他们吗 我们也一起来讨论 为各位介绍来宾 第一位是前国大代表 黄鹏笑 余哥好 大家好 好欢迎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是 东海大学政治系的教授 沈友中 邝姐好大家好 好欢迎你 好这个台南所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最近对凤梨呢 这个也出了非常多的力 是我们的凤梨的危机呢 可以在几天之内呢 逐渐的化解是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陈婷飞 邝姐好大家好 好欢迎你 你继续介绍的是 资论媒体人堂余美美 邝姐好大家好 好谢谢 好 余北辰将军 邝姐好大家好 好谢谢 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邝姐好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啊 这个要请教媒媒的 就是好不容易呢 疫苗来了 疫苗来了之后呢 现在又开始早茶 这个早茶最令人生气的是 这个又开始了 林玉芳说 要蔡总统 赖副总统 苏院长以及陈时中部长 也能领先接受 AZ疫苗注射 那陈时中说 理论上不会有政治人物带头打 会按照规定顺序 就像行政院长公开讲的 疫苗不足我不抢 没人敢打 我率先维持这个 态度处理 那问题是说 如果他们先打的话 就一定会说 才11万7千 特权 多计啊 对啊 你们是不是怕死啊 等等 反正啊 怎么样都要去找毛病 挑毛病 这个王任贤 他是全国防疫协会的理事长 结果他讲的话 真是令人 这个 叹为观止 他说这一定是 东凑西凑来的 我估计东凑西凑 韩国人也帮助我们 蔡英文总统 东凑西凑 我估计疫苗是真的缺货 疫苗印度厂又烧掉了 可能供货无法平衡 民进党又赶着要 只好凑一点给他 结果疫苗来了以后 民进党吓一跳 马上开记者会 还赖不及通知 网络都还没开始赞赏 疫苗就来了 多么匆忙啊 诶 陈时中是 昨天早上9点钟知道了 你怎么 你怎么这个 清楚 我们的国安团队 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这个疫苗的购买 是战略国防物资 全世界都是由政府在处理的 韩国的疫苗 虽然是SK在代工这个AZ 但是也是政府在掌控的啊 否则为什么要叫大航航空 来这个飞这个 这个疫苗的载运呢 对不对 那这些人讲的这个外航话 这个也就罢了 那到底他们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平心静气的接受 疫苗的这场 关卡战焦土战 配合老共的疫苗统战 完全失败呢 到什么时候 此恨绵绵无绝其啊 到民进党倒台的时候 他们才会停止吧 我想允许他们的心里头 里面的心理背景是这样 我先说 你说一路以来那个疫苗 他们畅衰了多少事情 从这个 为什么不进口中国疫苗 对不对 那这个BNT疫苗 到底怎么回事啊 到陈时中 你为什么现在才知道啊 你为什么不预先打 然后呢 11万7千剂 拼拼臭臭 反正没有一句好话 我第一讲啊 陈时中 侮辱人家那个 当然当然 世界级的这个 疫苗场还东臭西臭了 这里面 中国人是东臭西臭吧 而且他是医生 对呀 他是医生 医生有你的专业 你应该知道 你运送疫苗里头 你包括一定的封装 运送 送达这个 比如说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核对等等的 然后你要再去送去保存 那是一连串 非常严谨的作业 怎么可能拼拼臭臭 我先讲啊 第一 陈时中是在泰老师 你知道吗 刚刚Coco你说 很有可能是国安团队先掌握 是 很多国家要抢疫苗 都是政府主导的 对 政府主导 那我现在要讲啊 第一 你怎么知道国安团队什么时候知道 但至少我知道一点是陈时中太老师了 陈时中是执行者嘛 你听我讲 Coco今天陈时中 如果够奸诈的话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我们处境艰难啊 所以我保密到现在 你会知道吗 他就跟你说我早上九点知道 他就很坦率 可是也就是他这个诚恳 他这个面对问题 而且努力为台湾把关 做得这么好 所以为什么民调一直居高不下 因为人民相信他 他果然也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啊 再来第二个 11万7千剂你觉得很少吗 听起来真是 七家就没教 还打颗11万7千剂 台湾2300万人 但是很厉害 各位你不要紧张 我说几个国家 几个数字比较给你看看 你就知道 我们先来讲日本够严重吧 Coco 最近日本不是东京这边 还想要再扩大吗 封锁吗 人家今年本来7月份 还想办奥运呢 OK 所以他不是削接很老袋 抢了说几亿剂的疫苗吗 可是各位 日本有1亿2650万多的人口 人口数相当于 大概是台湾的接近6倍 台湾是2300万人 那以日本疫情的严重程度 他又是今年奥运要办的 这个地主国 请问他是不是应该 疫苗拿到很多 合理吧 疫情严重程度 他拿到87万几 刚好是11万7千的6倍 6倍多 OK这个好 但是我告诉各位 但他疫情比较严重 严重很多 但是我跟讲Coco 这个你还说疫情这么严重 他也不过拿到87万几 我再来讲两个国家 让你大家可以当泰山 你如果做那个国家的人 你会堆心肝 这个国家叫做什么 叫做泰国 泰国有多少人口呢 6887万人 疫情也比我们严重吧 是吧 好 各位听好 好他拿到多少机呢 不好意思跟台湾同样 11万7千机 6887万的人口 也是凑的 也是平凑凑来的 6000多万 11万7千剂 疫情比台湾严重 搞什么啊 平凑凑凑 而且凑凑凑更不像样 照他的逻辑是这样吗 在另外一个国家 越南 越南防疫不错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讲 疫情相对程度 台湾的染疫跟重症率 还是更低的 好 越南人口多少 听好 总共一夜啦 9680万人口 各位拿到多少机 你知道吗 11万7千机 也是同样 那丧权辱国了吗 如果照姬席人来讲 叫做丧权辱国 叫做拼拼皱皱 叫做AZ 你不长眼睛吗 是这样子讲吗 所以请你们这些人 要批评的时候 请你先看看 比较出各国 台湾我们确实没有比人家 来的这个 优先拿到那么多 以色列那个例外 是因为他答应了个条件 他以全国人口的总数 我得让你做 大规模的人体试验 我所有的生物数据结果 提供给BNT 提供给辉瑞 所以他能够拿得这么快 其他国家 不是大家都消尖脑袋在抢吗 那你自己也知道 他的印度厂大火嘛 他包括供应欧盟的 他还是英国的 对不对 牛津大学英国的 他自己也是缓慢下来嘛 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看得到是 台湾已经进了力 至少11万7千计 至少让我们的医护地线 能够达到 我们是不是心能够安一点 当然是你设想看看 如果布陶事件那个时候 我们的医护就打到 是不是至少 我们的虚精就可以更少一点 对不对 这第一点要看到的嘛 那第二点就是说 我要问的是 这些朋友 你们的巨星到底是什么 我不懂 因为蔡英文打 赖清德打 苏贞昌打 不打 是什么 我告诉你 永远有话讲 不敢打疫苗 要打就是抢人家的疫苗 打就是说不敢打 鸡蛋你要挑钢筋的话 太容易了 那那帮布局动机是干嘛 取悦老共 我告诉你 一方面取悦老共 二方面的给你民进党难堪 对不对 三方面的 我就是要让你的防疫成绩检色 请问一下 今天11万7千计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蔡英文打了 苏贞昌打了 陈时中打好了 然后他们就会讲 特权 11万7千计 医护 我们有20几万医护都打不够 你们这些人就先打 官大学问大妈 特权 好 然后呢 你如果说那没关系 照专业的来 你就是不敢 你就是怕死 你们都不带头 大家都已经 这个我OK 你先打了 你们怎么不带头呢 永远如果 要找你的麻烦 永远可以 先射箭 再画吧 永远都有话可以说 那在这边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苏贞昌的回应 是非常得体的 也让你没得说 对不对 疫苗如果不够了 对不对 那我就照专业的来 我让需要人先打 那如果大家没信心 那你要我带头释放 我也打 OK可以了吧 这个态度已经是 够平和 但是够有说服力了吧 所以我最后只要讲的是说 台湾到今天 我们防疫成绩怎么好 我再说一次 我们简直活在平行时空里头 如果你有国外的朋友 你问一问他们现在过什么样子的日子 对他们就说这个都是已经是全世界的 媒体都报道了 但是我觉得还在那边挑三件事 很不可思议的事 王任贤他是防疫协会的理事长 很多人说他其实在疫情期间 他就已经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中国 在台湾的这个打手 因为他讲的有些话是非常的不合理的 但是他这个很好笑 他讲话有点像这个网路上的酸民 但是他是医生 但是他是医生 你也不怕你的医生的形象 跟医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 被人家耻笑 他有意思说 浮入AZ 可能你如果知道的话 AZ的情况你应该了解 那你如果是一个防疫协会的专家 你应该会知道 日本是200万医护人员 现在有87万剂疫苗 然后泰国跟越南都拿的 跟我们是一样的 而且人口比我们多 结果你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 正常的情报跟资讯 就在鬼扯 只好凑一点给他 这个民进党要赶着药 只好凑一点给他 民进党好厉害 可以叫AZ叫英国伦敦的 政府首相通知 这个AZ 要到韩国的代工厂 要赶快凑一点给我们 而且还要将韩国的大航空公司 赶快保密送来 人家陈时中是客气 这个没有敲锣打鼓 结果他说 民进党也吓了一跳 这种评论完全是 伤害他自己也就罢了 但目的是要替中国来压制 来伤害拿到疫苗 这么顺利的一个成绩也就罢了 那要叫谁打呢 又叫总统赖副总统 而且赖斯堡今天好像在立法院还说 什么叫静悄悄 谁静悄悄啊 不是航空公司的飞机起飞 那不叫静悄悄 人家是起飞了这个三分之二的行程才开始 为什么就是怕有 有你们这一类亲中的人要拦截 要破坏啊 对不对 中共投入人在台湾最近增加了一个大尾的 那个大尾的白话文讲很大尾就叫赵绍康 他是媒体的老板 而且他还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媒体的老板下面有政论节目电台的主持人 没有人敢骂他的 在台湾有三分之一的新闻的媒体的意见 李秀氏 看了他这个胡说八道 也不敢指证他的耶 真的 幸好台湾还有别的平台 这个家伙昨天晚上更奇怪了 江启臣接受路透社的访问 说中国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 不急于会见共产党跟习近平 更重要是平等尊严前提 跟对台湾有利的原则之下呢 我态度开放 结果呢 他一讲完这个话之后呢 在3月2号路透社访问 登出来之后 昨天国台办先书面回应 国台办书面回应的意思就是 自导自言 自问自答 因为很重要 记者没有问 那我就自己先讲 结果你看啊 昨天他这个大伪的中共同路人 这个表现真的是毫不顾忌 而且呢 完全已经是张开他的这个 所有的赤裸裸的身体耶 为什么 因为国台办是昨天白天书面回应 台湾有关政党和人士要明辨是非 别陷入台湾民粹非理性对抗思维 因为江启臣他要选总党主席哦 已经宣布连任 又是现任的在野党最大的这个主席 所以他讲了这个话之后呢 他说当前两岸形势仍复杂严峻 台独势力制造两岸对立 只有坚决遏制台独分裂图谋 才能有效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哇我的天啊 昨天他这个书面回应耶 这个赵浩康是怎么回事呢 半夜三更发表声明 是国台办打电话给你了呢 还是那个啊 你的中共的这个驻台的代表 打电话给你 还是你收到了什么任务使命 我公开这样质疑 我觉得他真的是丢脸到了极点呢 他这个声明稿是半夜三更耶 国台办讲完之后 他半夜三更发声明 你可以堕落到这个地幕吗 他这个声明是针对江启臣而来的 你不过就是个中评委嘛 好 江启臣论点不精确 两岸极动只能说 中国可能是台湾最主要的威胁 追根就底 在政府仇中反中 不断一和团事挑衅下 当然会成为威胁 然后中国也可能是给台湾的最大红利 去年台湾对中顺差 1405亿美元 要是没有这庞大金额 股市不知要跌几成 中国对台是福是祸 是威胁还是机会 就在蔡英文一念之间 他是他是替他加码权势 替他这个来扩大这个护航 扩大打击江启臣 然后呢 张亚中当然他比较小咖一点呢 因为他可能呢 选举上面那个实力也不是很雄厚 他说江启臣让民进党笑了 不应是党主席应有的态度 气度与知识程度 民进党要因为一个 中共是主要的威胁而向 中共是威胁不是事实 真的这个讲中共威胁的是 拜登跟布林肯 人家也是今天早上那个 台北的时间里面全部都讲了 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讲了 拜登总统自己也讲了 支持台湾这个民主国家 经济的伙伴 跟那个安全上的联盟国家 我没看到那个赵朝康 张亚中什么这些人来骂美国也 好好笑啊 你认识的赵朝康是这种人吗 跟屁虫 我觉得他不仅是丑包 而且他已经到了无格的地步 完全失格 这个我认识赵朝康 那是爱蒙时代的赵朝康 他是有把柄在老公手上吗 那真的是 爱蒙叫什么 叫反共爱国同盟 反共爱国 结果现在反共没有了 爱国 那个国不知道哪个国去了 我觉得说赵朝康 让我感到最恶心的 已经是三十年前 我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搞什么新国 那已经被康了吗 什么捍卫中华民国 哎呀 说实在 不要讲那个问题在哪里 你看啊 中国是不是威胁 说实在 全台湾 没在的人 没在的人 有蜜空的人 有蜜空的人 都知道 中国是不是最大威胁 这刚就需要 大家都知道嘛 不但是现在最主要威胁 七十几年来 不就是最主要威胁吗 那全世界各国 不同的这个智库 不同的基金会 不同的研究单位 不同的媒体 大家都认为 中国是台湾 不但是台湾 是整个亚太地区 最大的威胁 连美国都说 中国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的 最大威胁 啊 江启臣 好不容易讲了一句 真心话 结果被批成这个样子 最主要 我觉得赵大康这话里面 有问题啊 啊 你看这个可能是 然后中国也可能是 给台湾的最大红利 是给他的吗 拜托 应该说给台湾的某些人 某些人 你得到吗 没有啊 给台湾的某些人 对不对 然后去年台湾对中顺差 一千四百零五亿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一千四百零五亿 这里面啊 有很多啊 华为啦 这些来拜托我们的台积电 你有多少金片 通通卖给我 我的飞机在中任机场 啊 七四七的 等在那里 你有多少 我买多少 第二个 我们所有的 这个顺差里面 我们对大陆的 这个贸易额里面 百分之七十几 通通是所谓的光电设备 都是半导体 都是这些 这就代表什么意义 意义就是说 这是一个供应链的关系 啊 我们很多在大陆的台商 啊 很多 各位 大陆的十大 出口的公司里面 有六大 都是台湾公司 前六名都台湾的 啊 鸿海是第一名 哎 他们在大陆赚了这些外汇 他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回流到台湾来 就靠着说这两岸的这种贸易 一方面我从台湾进口一些半成品 一些零部件 然后到大陆去 我借着这样子 把我在大陆赚钱 才可以回到台湾来啊 第二个 哎 你不是从台湾 给台湾这么多钱 然后你没有赚钱 你买了台湾的这些东西 在你那边组装以后 你的出口的外汇 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他去赚美国人的钱 这个顺差是间接的 美国人的钱嘛 是啊 所以在讲什么 如果这个事啊 一般人就算了 哎 所以他再度证明 他这是草包 这个 像台积电 台积电呢 政府可以叫台积电 撤厂吗 别讲 台积电是供应全中国的 晶片的 他如果要撤厂的话 我们还真高兴呢 把你中国的所有的半导体 所有的3C产业 全部关门 我们还以为他多高 他是不是因为讲了 那个台积电那个 胡话之后 你不是说了吗 中共可能想要 夹他脖子 如果台积电撤回南京厂 撤回他在中国的 晶圆的制造的话 那中国的所有的 那些产业链 相关的这个 3C产业 大概全部要关门了 那所以他可能讲错话了 然后继续 不知道他自己讲错什么话 然后说 要是没有这庞大金额 股市不知道跌几层 我告诉你啊 这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疫情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工厂可以 这个顺利开工 如果其他的工厂 不能够顺利开工 像这些如果生产厂商 他必须是间隔上班 或是有疫情的话 你要知道当时广达 这个有一个飞机师的 那个被传染到 他们的员工的时候 是多紧张啊 这个要不是我们的 那个指挥中心做那么好 会有股市这么高吗 所以他的逻辑 经不起检验 就表示他故作草包状 或是他真的为了政治目的 为了政治动机 而完全降低了 他的知识的这个能力 或者说他的个人形象 也就罢了 我觉得最恶心的是 江几臣讲完话 国台办讲完话 他居然半夜三更不睡觉 他不是在他的节目里 什么电话吵醒 他不是在他的节目 他是发新闻稿 他是半夜三更发新闻稿 这个不一样 像我们通常我们在节目 他节目是下午录影 那如果他的政论节目 是下午录影 那他可以在节目讲 然后还有一点 他的电台节目 是早上九点 在中广公司的这个频道上 像我也有电台节目 我们也有这段节目 我们有意见 应该是透过这个方式 他不是 他不是 我们有意见 也会透过脸书来发表 他不是 他莫名其妙的透过新闻稿 你不觉得 这里面很诡异吗 有猫腻吗 是有人打电话给他吗 什么叫大万宣 什么叫万宣 如果你今天 像我经常写脸书 我宣给什么呀 对不对 你是我脸有 或你转 可以分到 出新闻稿 对呀 这不是正常 不正常 他不是一个媒体人 为什么这样子 我跟各位讲 为什么 我过去 你看我们跟一些大人物 你距离越远 越容易尊敬他 等到你真的接近以后 你发现说 我们很多的大人物 所谓的大人物 包括说赵赵康之流的 你不要以为他有多高明 你不要以为说 他知识有多么的好 真的你接近以后 发现说 我们很多大人物 大概拿到那个敲门端的文凭以后 就不读书了 我问你的 包括赵超纲 他的时间点太奇怪了 对呀 他这个时间点 他有那么急着要赶快表态吗 他第二天早上就可以 在他的节目里面就可以讲了 结果他急着半夜 这个为什么 这代表说 是不是哪些人给了他任务 那为什么他这么听话呢 这里面也是 所以他会讲出说 中国可能是给台湾的最大好 所以我真的呼吁赵康先生 你出来解释一下 是有人给你的一个什么政治使命 叫你要赶快半夜三更 半夜三更 他要忙 这个晚上录完节目了 回家还要写新闻稿 还半夜发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稿 有点吓一大跳 各位你知道这个时间点上的差别吗 跟他讲了那个凤梨事件 他鬼扯那个 要让台积电撤场可能有关系 因为你昨天已经说了 老共想把脖子给掐住 台积电撤场 欢迎欢迎台积电撤场 你中国红海要关门了 那个所有的那个那个 3C的产业大概全部都要关门了 因为晶片10到12寸的那个 制成的晶片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那要怎么做呢 所以讲错话了 然后就胡讲说 在政府仇中反中 不断一额团是挑衅下 当然会成为威胁 为什么台湾 中共对台湾的威胁 是政府的仇中反中 跟所谓的这个议和团式的挑衅 那拜登也是议和团挑衅吗 布林肯也是吗 我们来看看 这位 这位当年我跟他共事时候 还是台北市场候选人的时候 还蛮正常的 自从买了中广公司之后 跟中广有了利益纠葛 跟党产有交叉的 这种关系纠缠不清 跟韩国瑜有了交换的利益 政治上的那个地下交易之后 就变相了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 再请教年轻的温朗东 告诉我们 这个当年的 这位政治金童 是怎么变成政治草包 我真的觉得你是草包 赵大哥 蔡英文一定会跟农民讲 这老公很可恶 养套杀了 都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到底他都懂 接下来你联务怎么办 今天吃这么多18公斤凤梨 那明天要吃18公斤释迦吗 也是很民粹的讲法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那就报复嘛 甚至呢 叫张忠谋 南京厂撤回来 关厂 搬回台湾来 江主席可能对全面的情况 不是那么了解 那也有点道果为因 那他在我们旁边那么近 你没事去捅他去捅他 那捅到现在台海已经变成 全市都认为是 全世界最危险的热点 那你如果想去 跟着民进党屁股后面 学民进党的做法 识民进党的衙会 那我是选民 我就投票给民进党好了嘛 你看他的发言 有的是错误的 比方那18公斤是 黄创夏这个讲错了 人家黄创夏自己在脸书上 一年了 他刚好算错了 黄创夏在脸书上都纠正了 他自己都这样子 就跟着这样讲 那更别讲说 他撤台积电 我们都很高兴 撤台积电不是草包一枝 撤台积电 那个跳脚的会是中国吧 那他们的场都不要了嘛 所以好奇怪 而且半夜三更 不是有这个政治使命 需要半夜三更吗 这件事情有 发一个新闻稿 去呛江几成 有时间上的限制吗 对 寇姐讲到这个重点 就是其实你仔细去想 说赵浩康 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这个媒体人的 作息的状况嘛 那对于赵浩康来讲 他早上有广播 下午有争论节目 其实以他的年纪来说 每天这样一直跑 他那个loading是非常大的 所以为什么会在半夜两三点的时候 还要那么大张旗鼓的发声明稿 这个疑点就出现 第二个如果赵浩康他是针对江几成的话 那应该是江几成接受路透社采访了之后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赵浩康去表示他不认同嘛 可是赵浩康是等到昨天晚上八点 新闻出来说国台办反对江几成 这样的一个言论 这时候赵浩康才在凌晨的时候 就把这个新闻稿丢出来 所以背后的这个意图就很明显 就是赵浩康他不是说 不是单单不爽张启成而已 因为虽然江几成挡他啦 然后不能选长主席 这样赵浩康是有点不高兴 不过赵浩康还可以说我要选总统嘛 所以就算了 但是赵浩康要补一个锅 什么锅 因为他今天不小心把话讲太满了嘛 就是说蔡英文有本事的话 就叫台积电从南京撤厂 南京撤厂这件事情 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机会跟成就 因为什么 中国他也要翻他的半导体 那个时候是中国去拜托台积电来这边设 台积电设厂之后 短短2018年10月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启动 一年不到马上就回本了 他赚了钱之快 中国好想要从中去偷 可是台积电他也很聪明 他那边全部都台积干部 非常多的资讯的这个机密 这个掌控 不让你中国把技术的偷走 可是中国就在旁边观察 想说我要怎么样子 弄出一个像台积电来 怎么样子让我这些华为 我的半导体供应链 可以像台湾的一些厂商 一样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 然后赵浩康还有脸说什么 哇这个顺差什么1400多亿 这几个原因 第一个台湾是没有办法 让中国的资金长驱止入 所以才会有这个顺差 这个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你中资进来 就把台湾关键产件都买走了 中国背后有政治忌徒 从凤梨事件又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确实 这个台湾有非常多 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有些晶片 到了中国 到了供应链 是整个世界供应链的一部分 如果说这些测厂 或者是这一年来的话 台湾不卖给中国 台湾股市会不会受损 会有受损 可是对中国来讲 他会造成整个企业的垮台 所以说这整个来讲 不是说什么台湾接受 中国什么天朝恩惠 是台湾帮助了中国 这个产业 有机会在疫情冲击当中 活下来 如果不是两岸之间 这样的一个经济合作的话 中国的厂商 实在死得更难看 死得更惨 所以说这要看 根本就颠倒是非黑白 讲完以后老公生气了 就会变成帮民进党 帮我们台积电 给撤回撤走了 我们中国就要完蛋了 对共产党来讲 他觉得照照看他讲一讲 所以昨天晚上赶快发 新闻稿做成绩做作业 你补一下 因为因为赵瓣一讲出来之后 确实本土派有些人想一想 就是是不是台积电应该要撤 今天很多的朋友跟我说 那我们就来响应 叫台积电赶快撤出中国 一旦这个成为了一个舆论上面的主流的时候 你说呀你赵瓣为什么不赶快 今天继续说要撤台积电呢 他以后都不敢讲了 他都没讲过这件事情 转移焦点 因为现在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了嘛 对 设了四五个厂嘛 那时候台积电未来发展的方向 重低音可能显然就不是在中国 所以赵瓣刚讲话就不经过大脑 然后呢 第一个就 我说他从当年的一个 马海金童到做电台 早期我跟他一起共识 说头脑还清楚一点 怎么会 怎么会后来越变越奇怪呢 这个真的这个 说他草包真的就是就是就是韩国瑜化的状况嘛 更别讲他本来就是个照一半 那很奇特 他讲过的话最近这些话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于将军你是中华民国派嘛 好他说政治向义和团 慈禧义和团 这是当年他这个选台北市长都这样说了 1996年为何机密都自由先报国民党是不是有内建 就他自己去跟人家那个见面 那后来据出名誉说这是王金平等人台湾派开始紧张 新党要 整网换去国民党的政权 这个中央这个党权 所以呢才赶快这个告知外界 好当总统就把52台还给中天 这他讲的 那对他来讲台湾的总统跟皇帝女皇一样 经济靠中国国安靠美国 然后一分军事九分政治 我买中管十亿出价最高 哎呦发觉不是真的 韩阴森兄弟保百年平安 这个话更好笑 那然后中国可能是台湾最大红利 那个更别讲说其他的最近的这些这些话 叫这个张忠谋把台积电南京撤场 叫人家这个蔡英文讲这个话 讲总统可以叫一个民间的厂商随便撤来撤去的吗 那小英应该禁缩武汉肺炎 农民被义和团绑架 哦他说我们的凤梨叫老公说 叫他那个这个不要这样子报复我们的农民 说我们农民被义和团绑架 他就几个形容词 这个这种草包可以继续在你们国民党里当总统候选人 还参加初选还选党主席 这个其实我对于赵先生的言论我做个平息 尤其是针对台积电那一项 那个听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来其实我讲明白点 他知道台积电不会撤 他是故意叫蔡英文说有本事你就做 那但是大陆人听不懂 中国人听不懂 中国人说你这阴阳人到底帮谁 有人骂他 他被骂 环球时报原来你讲到了这个重点 是环球时报骂他的阴阳人 所以他昨天要赶快写个新闻稿 那个叫医生兄弟保他自己平安 是不是 胡锡进就直接骂他阴阳人 哎呀我觉得好好笑哦 赵阴阳现在对赵刚觉得说奇怪 你可以骂我这个什么都可以 你说我阴阳人没有道理啊 他说我哪里阴阳人 我是堂堂男子汉 所以当然胡锡进这样是不对的啦 好尴尬哦 不可以做人身攻击 你要就说人家的政策错误嘛 但是胡锡进 胡锡进讲话那就听听就好 他说阴阳人就阴阳人 所以不用听他 但是台积电这件事情 我真的去请教过财经专家 知识体大 当然我们昨天讲过了 那是伤害的是中国耶 那个中国 他这些台积电的晶片到中国去 不是给中国的 有很多欧美的汽车大厂 在中国在中国生产的 那台积电跟他设置了这个厂 这个晶片是要到这个厂去的 这个厂做好了汽车是运到全世界去 那如果你现在这个晶片不进中国 哎呀天呐不是处分中国哦 你是跟全世界宣战了 哦所以他捅了一个大蜂窝那个 马蜂窝 所以昨天半夜三夜要来骂江女神 所有世界大厂都封了 那变成全世界你不可以不进来 我的厂就在中国 那中国也封了 他不做这个厂 他就收不到这些所谓的好处嘛 他有一些收益啊 在厂里面设计的 还有他有一些工作权 所以两边不讨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哦 在很多工作 话要讲出来之前 真的要妥胜的考虑 另外我今天对于江启成 我是很赞赏 虽然有一段神我对他很伤心 他终于讲出我心中的话 我跟你说我好温啊 我没有办法保你的位置 但是我现在这句话 我对他很赞赏 你觉得他终于硬起来了 中国是台湾面临的主要威胁 这真的是对的 你看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衣服啊 昨天高性能的这个教练机 是非成功 汉翔 汉翔是非成功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 你是陆军少将啊 你穿的这个是F-16的 F-16是战院的飞行员送给我的 对飞行员他送给我 所以我说我今天要穿 为什么我要 我要真的是给他们比个赞 空军好棒啊 这个勇英号为什么要试飞 高校年纪年纪为什么要试飞 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 那我们为什么训练这么多飞行员 因为有敌情威胁 敌情威胁来自哪里 主要威胁中国 如果今天中国对我们没有威胁啦 我们干嘛训练这么多飞行员 如果中国现在对我们 中华民国对台湾这个地区是 和平绝不打你 我们何必花这么多钱去建军备战 我们建军备战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这么庞大的威胁 这讲对了 那我们今天建立国军 我们成立国军的目的 难道不是对中国吗 对菲律宾吗 对日本吗 对美国吗 还是要对全世界 还是要对外星人 不是嘛 就是中国 你今天中国一时一刻 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台湾武力犯台 从来没有放弃过武统 所以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不在 永远都在 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 为什么 照他刚刚怎么说这是蔡英文一念之间 其实很多人在讲 他们很多人在台说 台湾人现在心都变了 二代三代的外省人都改变了 为什么二代三代的心会改变 是因为你习近平啊 你威胁我们呢 你威胁我们 你欺负我们 你让我们出去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护照 堂而皇之地告诉你我叫中 我叫中华民国 是你逼着我要改名叫台湾 因为你不让我中华民国的国号在世界上生存啊 如果你今天我去奥运 中华民国OK 你也不要吵也不要闹 你去任何地方通关 都可以用我们的护照 谁要改名字啊 谁要吵啊 所以今天没有习近平 也没有今天的天然毒 所以天然毒是被习近平养出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发展出来 因为你压迫我们 我们要从事一个 我们是在全世界认可的国家 我叫中华民国 是你压迫我们啊 所以中国是威胁 是我们三军的认知嘛 是我们所有国军啊 要对最大敌人就是就是中国 三军迈迈没有改变过我们的提醒 永远都是我们的威胁 国军的唯一的假想敌就是解放军 好 佳几城今天被赵阿康半夜三更 午夜初级 不睡觉发一个新闻稿 像这个国台版这个同胜一气表忠 可是你们国民党的大咖没有出来帮他讲话 这就是我看连盛 我不是说你不大咖啦 我真的不大咖 国民党比较这个有头脑的人是这个有理念信仰了解局势的人是支持这个 江启城的 可是其他人都没有出来帮他讲话 马英九也没有啊 什么连盛文 这些人刚好 我讲白一句 这些人刚好真的都是外省权贵耶 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样奇怪的巧合 当然其实未来要竞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们主要所要争取的票是党员票 那党员票现在到底会出来投票的那个票群在哪里 外省人绝大多数是60岁以上 60岁以下的党员不太会出来投票 我说真的啦 我说实话 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次党职选举我都是浮选 真的要叫这些年轻人60岁以下50岁40岁的说 拜托拜托礼拜六出来投个票 他说拜托啊我每天忙的跟孙子一样我累死了 让我休息一下我晚点再去投 那通常就不会去投 可是这些资深的长辈的这些所谓深蓝的这些党员 你不去叫他投票他晚上骂你一个晚上 他会骂死你 诶 诸位你为什么没有送投票通知专案给我 你为什么不给我我要去投票 那这些人的票在哪里很明白吗很明白 所以说想要选党主席的知道票是倾向哪里 所以说江启成现在为什么跳出来这件事情 他希望把年轻人唤醒 真正国民党有一群年轻人年轻的党员 他是没有醒过来的 他觉得你们这群人的理念跟我差太远 我是要支持唯一中华民国 我不是要支持那个大中国的 所以你们要去选国民党 对不起党主席我不去投票 他要把这群人唤醒 我告诉你我们的威胁就是中国 所以你只要认同我希望让国民党走出来 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国民党 而不是一个中国框架下的国民党 你就出来支持我 所以他希望把这群人叫醒 这群人如果醒了 我觉得国民党得救了 如果这群年轻人还是对国民党认为说 你这是一个亲中的党 你对于这个中华民国 两千三百万人的这个民生照顾 没有那么care 那国民党未来会越走越小 我想江几成知道 我这么笨都知道 他这么聪明会不知道 他也知道 所以他希望唤醒 那我们一起来唤醒吧 否则国民党真的会越走越小 你说江几成这个说法 可以在国民党里面 激起比较60岁以下的党员 对他的认同吗 在核心找不到 因为核心都是60岁以上的 那可是真正投票的不是核心嘛 核心毕竟是十分之一的少数 有90%以上的人 他是在外围的 他是没有办法从事核心党务的 可是这些人都有票啊 这些人很多都是 其实我不是说国民党开始有年轻人啊 是国民党的老人慢慢凋零了 所以说剩下就是50岁 40岁30岁 那这些人其实是认同中华民国 是在台湾2300万人的 可是江几成讲的是真心话吗 还是为了骗选票 我觉得 不急于会见共产党跟习近平 幸好那个习近平没发稿 说我也不想见你啊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平等尊严前提 以及对台湾有利的原则下 你这个立场不是跟蔡英文一模一样吗 你干嘛没事 我认为他是反共的啦 其实我认为江几成是反共的 他没有理由去爱大中国嘛 江几成爱的应该是2300万人 但是呢就是被那群人绑住了 那他干嘛反莱族 他框住了嘛 绳子绑着他针不开嘛 他如果有练那个所谓的这个九阴真经 他就针开了 什么啊 九二共四他不是也投降了吗 是啊 所以我对他不相信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要选举了 他前一阵子九二共四 哇我们大家在节目里面都赞美他 你也赞美过啊 我们大家对他报一下 最后他又软了 这两下被招的康骂一骂 如果他这次再软下去 跟那个午夜这个追杀令之后 搞不好明天又变了 寇姐他这次我再软下去啊 那我就不给指望 我就不给指望 我就不完全不给指望了 就没救了 国民党怎么会被逼成这个样子 就是国民党里面呢 到现在还有一些权贵外省人啊 掌控了这个国民党的主要党员 这是因为党的结构关系 所以他们都是外省的第二代 那外省的二代 我讲的是二代喔 就是1949年以后出生的这些外省第二代 包括赵岳康 因为我最近跟一个比较了解 更了解赵岳康的人啊 这个聊天 他跟我说 寇姐请你原谅这个老先生 因为这个老先生曾经公开说过 连他的孩子都是天然毒 所以他可能在家里面讲话 没人听他 所以他半夜不能跟家里面的小孩 沟通政治 只好自己写新闻稿 我跟你说这是事实 这个所谓的外省的第二代 面临的问题是 他们的第三代下面都天然毒 这个赵岳康有叹息过 邱毅 邱毅自己说的 他说他的老二考上台大数学系 我这个儿子明显有台读倾向 是大台读没办法 这中间的转变 应该是跟儿子念的科系 与大学有关吧 台大怪到人家台大了 是这个有台读的问题 赵岳康年轻人都是这样子 他说我是台湾人 我们台湾人 他这样讲 甚至我的孩子都认为说 我们台湾人 讲台湾人不行吗 他觉得这个孩子 这个不跟他一国的 应该是中国人 然后残酷于此次 在总统选举中 拿到五百五十多万票 都是蓝军的基本盘 总统参议会拿了八百多万票 所以蓝军基本盘越来越小 因为老人是会凋零的 现在已经是黄金交叉了 两党都回事 目前这个政策 民党越来越大 国民党越来越小 那国民党越来越小 就应该走那个年轻人路线 他们不是 他们是这个 外省第二代抱起来 所以我笑他们 其实我也是外省第二代 我们都算嘛 对不对 我们县长几个人 那他们最近连天然毒这件事情 都发现外省第二代第三代 外省第三代 你现在去做这个民调 大概就是99% 是中华民国台湾派 剩下一%可能是这个统派嘛 对不对 其实按照台湾的民意的这个发展 是自然 再自然不过的这个事情 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 环球时报这样子的处理 当然就是要把身份认同 跟国家认同做一个切割 那唯有做这样子的切割 才能够对于他们自己 中国内部来讲 做一个交代跟一个止血的动作 因为说实在话来讲 我们讲说外省二代 或者是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的话 其实本来在他们的生命的这个经验中 不管空间也好 历史记忆也好 本来就跟中国大陆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甚至是在记忆里头 我们讲90以后的这个台湾人 他也跟中国大陆只有在教科术上面 才认识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做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切割的这个方式 是希望说身份认同他绝对挡不住 因为所有的人 只要是身在台湾的人 不可能不爱台湾 不可能不为了这个台湾的前途跟利益着想 但还要把国家认同去做一个切割 那唯有做这样子的切割 才能够对于他们的角度来讲 对于要喝止台独 或者说对于要让国家认同 在台湾这个 这支吹自雷 对对对 可以这样讲 或者讲难题叫做自我安慰 因为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个 国家是可以看到 身份认同跟国家认同会产生切割的 找不到 所以你讲天然台也好 天然独也好 其实对于台湾的这一块 两千三百万人来说 除了少部分人是在中国大陆出生 或者是有中国大陆这个记忆以外 天然台跟天然独 早就已经划上等号 你现在在这个时间再去细分的话 其实我相信很多 像我自己教的这个学生的话 他们可能就会说 这两个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东西 我既是天然台 我也是天然独 而且天然独他们可能会讲说 我干嘛要搞独立运动 我本来就是独立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再回来刚刚说的 那个赵先生说的话 我觉得他凸显出了国民党 现在面临到的一个困境 他这个困境可能就是在于说 他不只是有路线上的争议 而且也产生了世代上的差距 所以我们姑且先不管那个动机论 说江启臣讲这个话 是真心还假意 或者说赵少康背后 是不是有这个老共的阴谋 但我觉得凸显出来的就是在于 现在国民党已经变成是 老年包围壮年 我们以前都讲说地方包围中央 现在变成是老年包围壮年 然后排四新年 对 所以被这一些这个其他过去 还心怀这个大中华意识 或者是还不管是华独也好 或者是这个中国主义者也好 他们可能就是见不得 像江启臣这样子的这个论述 能够变成国民党的主流 也像刚刚那个彭孝大哥说的 说到底 他们宁可被老共统治 也不愿意被台湾人统治 所以刚刚听扣姐讲说 这个外省二代的这个情节 其实我都一直不好意思讲 我也是外省二代 我算比较年轻的外省二代 你这么年轻 我二代 我是外省的年轻二代 哦 是啊 我爸爸跟着国民政府一起到台湾来 那时候来的比较年轻 对对对 他是很年轻 他来的时候算是非常的年轻 就是青年军啦 非常的年轻 从基隆登陆 然后我从小一直在眷村长大 在我到台北来念书以前的时候 我看着那个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跟着我爸爸一起啊 那时候他就很小嘛 就这些人通通都应该要枪毙啊 我也都觉得这些人就是这个乱党乱国 是你还是你爸爸 我爸爸啦 我爸爸 那我小时候在旁边跟着嘛 那到了到了 就是怎么讲说自己成年了以后 或者说自己到了台北 然后了解到了这个党国体制 跟在整个台湾的政治的这个变化以后 说实在话 身份认同跟国家认同的那个行程 是自然而然的行程的 那么环球时报要刻意去操作 这个舆论去把它做切割开来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致志 你骗他们长官大概 对他为了也要有一个工作吧 要骗习近平 骗那个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骗自己中国人 我真的觉得说像天然独跟天然台的这个问题 就像刚刚于将军说的 真正的最后背后的那个始作用者是习近平 是习近平 如果他一直都是用这种北风的态度 要去把台湾给吹跑 要把这个天然台给吹跑 那只会让天然台更加的变成是天然独 而且坚定不咬 你讲的这个非常正确的就是 其实胡锦涛跟那个温家宝的治理的这个后期的时候 连我的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的 我的北大的同学都认为 他们会走向一种 类似新加坡那种威权式的民主啊 这个还有人呢 鼓吹什么蒋经国式的那个领导 在中国这个施行 没想到习近平上来之后 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版本的毛泽东 而看穿他们的不只是我们 还有美国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现在的美国的政府 搞不好最后他们会想办法颠覆习近平呢 或者是把习近平当成是伊拉克的海山来处理 很可能是这个状况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亲中的人士 你们没有做一些重要的情资分析吗 我们等一下分析给大家啊 请锁定民事台湾台 那新闻一文 接下来的精彩讨论 卫福部的桃园医院医护人员呢 大家都这个愿意打 而且呢几乎呢 说是为了保护自己 是要保护别人 大家都愿意接种 而且我们还有七天的审认 验证期啊 那台大的前感染科的医师 李势必就说了 这个他说 这个不是COVID的吗 我们昨天已经说了 这次蔡英文总统 直接跟英国政府 这个团队来购买来的 这个 昨天李毕义医师也说了 这个是我们跟AZ有过视讯 直接跟总厂买的 那也是陈文倩所说的 休想拿到的 那一批里面的十一万七千几 那他说政治人物的守备 是要留给国产疫苗的 给他们AZ做什么 我这样会不会太诚实 他讲了一个大秘密 当然是要给国产疫苗了 对不对 这个庭妃 可是为什么 这些立法委员 现任的前任的 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还是要趁机到达 这个我们的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 它是属于全民的 它的防疫有分 民进党国民党吗 基本上 我们疫情指挥中心 从一开始口罩 一直到防疫 到现在的疫苗 国民党好像这些打手 也没有一刻停止过 至最后我们所有的能量 防疫的成绩 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同 这些人才稍微点点 可是现在好像有捡到枪 光这个疫苗 你看炒了几波 第一波是说 为什么要阻止中国疫苗来 第二波说 为什么我们不让中国疫苗来打 第三波 现在说 哇我们这个疫苗 AZ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 我们根本就拿不到疫苗 一大堆的假设 一大堆的唱衰 结果呢 现在如期AZ疫苗 也到了台湾 现在又开始讲了 哇AZ疫苗 现在到底谁打啊 是你初生上要打 还是你蔡英文要打 那还是你赖副总统要打 又开始从谁要打 又在做文章 我觉得这真的是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我们今天如果相信疫情指挥中心 而且疫情指挥中心 确实从一开始 到现在所有防疫的过程 给我们是绝对的安心 我们大家都说 只要看到陈时中 我们好像都安了一颗 这个心一样 好像大家都吃了定心丸 觉得他又要跟我们讲很多 可以让我们安心的一些报告 可是为什么就是有这些人 一直在唱衰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王理事长所讲的话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到底是该哭还该笑 疫苗一定缺货 其实我们还有 对他说缺货 而且真的他说的东凑西凑 就像扣姐所说的 如果依到他这个说法 我们台湾的能量真大 我们台湾真的好厉害 蔡英文总统真的好厉害 就是说我们只要一通电话 人家都要东凑西凑给我们 真的好厉害 如果他这句话 我们真的要给蔡英文总统 一个大掌声 表示我们有那样的能耐 所以他用这样的角度 其实是很奇怪的 而且说真的 我们为了疫苗 我们除了要面对中国的压力 我们还要面对台湾 有一批莫名其妙的人 一直在唱衰 这样这种人很清楚的 你不好意思讲 我这个讲给你听的是 他在中国方面 有跟中国的医员合作的计划 这些人是拿人手软 吃人嘴软 但是也真的很可怜 所以他们现在从一路来 一直在替中国疫苗作假 中国疫苗 从蔡英文总统也好 还有陈时中部长也说了 我们要的是数据 当拒绝了中国疫苗的时候 他们现在更小当收起 开始就是不断的捣乱说 那你谁要打 那我要说今天 从所有的这个疫苗 进来与不进来 又经过了那么多的风波 陈时中部长说 他内心其实有很多无奈 那当这些无奈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要面对对外 又要对内 对内的一大堆唱衰 而导致有些把我们的消息 跟外面的好像做一些平台沟通 让台湾深陷于 来行通话载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当中 所以陈时中部长真的是客气 他说来的时候 我是上了飞机才知道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可能 他只是说用这样的一个客气的说法 然后让大家自己去反省一下 为什么台湾要面临这种窘境 对中国已经是压力够大了 全世界在力挺我们的时候 中国打压我们 可是我们自己台湾人民 还不是当我们陈时中部长的后盾 还不是当我们防疫指挥中心的后盾 还在唱衰 这个才是更悲哀 不过我觉得外省第二代 有那个创伤症候群你知道吗 就反共啊这个大中国啊 然后反民进党啊 民进党是台独独草啊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是这样子 然后长大之后一切都变了 自己回不来 然后看到自己孩子全部都去投时代力量 投民进党 投亲进党 就非常生气 然后他在家里面跟他的孩子 已经没有办法沟通 在家里面孩子已经不跟他们讲话 这是事实 不跟他们讲话 然后呢也不跟他们来往 然后脸书甚至于封锁他的爸爸妈妈 外省第三代是这样 然后呢这个更别讲说 那个他的朋友 他跟孩子没有办法沟通 就变成一个空巢 空巢之后就只好同温层的老年人玩在一起 就这样 环球网还说岛内没有天然毒 只有人造毒 对呀孩子是人生下来的 所以你看我有一个同学 他的太太呢 也是我们的学妹 两个两夫妇都是军人 而且两夫都有退休奉 结果为了这个年金改革的问题 他们两夫当然退休后被砍了嘛 也不爽 结果你知道吗 他儿子很不以为然 他儿子把他们夫妇两个骂了一顿 说你们怎么怎么怎么这样子 对为什么 后来他发现说 他儿子也就是所谓的天然毒 这为什么 有的人在我脸书上 说黄大哥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讲话 我觉得 我们是为自己讲话 拜托 我是为我自己讲话 我也是台湾人 我在台湾土生土长 为什么我就不能为台湾讲话呢 我跟你讲 如果今天这些的父母到美国去 你会跟你儿子讲说 你不要学英文 你不要被他们同化 会吗 结果在台湾土生土长 你不会讲台湾话 你觉得很高尚吗 不正常嘛 第三代如果说 还是跟你第一代一样 那真的是 这个国家就没救了 真的是 所以第三代的这个趋向 才是台湾的民主的发展的这个 徐水德 以前国民党秘书长 考试院院长跟我讲 他是福建 福建全州来台湾的第三代 但是人家都认为 徐水德是台湾人 对不对 换言之就是 正常状态之下 第二代 基本上一定要学当地的语言 对不对 第三代 你根本就融入当地嘛 你这才正常嘛 台湾过去是不正常 为什么不正常 党国体制嘛 就被国民党搞的啦 国民党需要有 把你们这些人 封锁在眷村里面 所以这些外省第二代 这些统派的外省第二代 走不出自己的 统分层的人 我们要怎么劝告他们呢 说实在 没得劝 多看我们节目 我说实在 我劝下去 真的大家就翻脸 为什么呢 因为说实在 这个 我有很多同学 不用讲的 对不对 还有些朋友 也是一样过年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哎呀说实在 我觉得 不能讲话 不要讲这些问题 大家还有得聊的 讲到这些问题 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我说实在 我很了解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好奇怪 那就是因为说 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当你 国而去是怎么样 党政军一体 我们在军校 你看 黄埔 校哥叫什么 这个怒潮澎湃 党旗飞舞 哪一国的校哥 会说怒潮澎湃 党旗飞舞的 是吧 李将军 对不对 但是 表示什么 黄埔军校 就是党校 就是个党军学校 那么 所有 我们在黄埔 我们都一起入伍 不管你是 三军五校 三军八校 都在一起 都在 这个 黄埔入伍 入伍以后 都叫黄埔子弟 那么 结果 我们在学校 受什么教育 就是党国教育 就是党军教育 这个是原因 但是我告诉你 个人因素里面 恕我直言 因为我自己是 外省第二代 然后 我从小是在 老师的宿舍长大 那 我讲白的 大白话一句 他们有优越感 对 这些人是有优越感的 就像 于北辰所讲的 我告诉你 那位黄复兴的长官一样 这些人 宁可 给共产党统治 都不要让台湾统治 对 你讲到 我们今天要大白话讲 像赵耀康 半夜三更 欺负人家 江启臣 你是半夜三更 欺负人家 江启臣 半夜三更 写新闻稿 打脸人家 现任的党主席 你像样吗 你就是瞧不起人家 你是欺负人 其实 寇姐我要跟大家讲 刚才说 要如何跟眷村 或是外省 第二代第三代做说明 外省第三代没有什么大问题 大家很怕一件事 第二代生下 现在外省人很怕被贴一件事 他说我不是台独 你华独 华独有错吗 我真的讲华独有错吗 中华民国 本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 有主权的国家 蒋介石也是华独 华独没有错 华独是我坚定我中华民国 独立自由的立场 有错吗 那你是什么 你是华捅吗 你是华捅吗 你捅得了吗 你去捅到民主体制之下 你可以捅娄子 你捅不了人家 一个共产党体制之下 你见不见 是你捅不了 人家根本不让你中华民国 四个字进入大陆地区 所以你捅什么 你只会捅娄子 越捅越大 然后让国民党越来越沉沦 所以很多人讲说 余北辰你是华独 我说对 谢谢称赞 我说谢谢称赞 中华民国一直是一个独立自主 有自己军队的国家 有错吗 我说有错吗 你反驳我 我跟你这段份吃不下去 对买单再走 还没看桌子还不错 还没冰斗 好 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 其实台湾是一个宽容的社会 这些家伙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大部分的民党支持者 其实是还蛮沉默的 但是大概是我们这种出生背景 才可以揭穿他们的心理障碍 他觉得我们是叛徒 对啦 你就是你在家里面 连你的儿子女儿都不要跟你讲话了 你还有 你就要到外面去 同温层在那里抱来抱去 然后抱的人很少 就只好去打击这个 打击那个 说我们这些人是叛徒 那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死网突然 他们现在就是天然毒 这几个字也造成伤害了吗 沈教授 有没有什么理论基础 这个汪树生先生写了说 岛内没有天然毒 只有人造毒 这个 说岛内毒的意思 很大程度是被政治建构的 Yes 民主 独立认同与身份认同 并非一回事 绿营向来声称认同 台湾人就是天然毒 但两者绝不可混头 即便面对台湾政府 政治阻挠 中国人坚定奉行 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政策 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人和发展也是装傻吧 是民主吧 其实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就跟英国跟美国的关系一样 但是美国独立有打得非常的惨烈 我们不希望如此 对不对 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 就是 这个在很多家庭里面都出现了 就是外省第二代的爸爸 跟外省第三代的孩子 之间是沟通不良的 那聚餐呢 聚餐讲这样 就一个在马菜英文 一个要支持那个民进党 你知道年轻人 很多人支持民党 都是因为同婚啊 那个前进价值 我亲眼看到的是 那个儿子啊 就是这样拍着桌子说 那你们都死光了就没事了 当然这个很残忍 是不是 很残忍的同时 你怎么会逼到你的孩子 面对你讲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做父母的要 要自己要见到反省了 对不对 那要请教停飞了 赵康好奇怪哦 他是要选党主席 跟江景臣这样斗 那还需要半夜三更 这个不睡觉 发新闻稿吗 好诡异哦 基本上他这个动作 确实让我们比较奇怪 就是说半夜发新闻稿 因为就像寇姐说的 因为你们有这个电台节目 又有政论节目 然后甚至有脸书这样的平台 通常大概像他们 现在想要选的人 大概就会直接用脸书 你像朱立伦都是脸书啊 这个江景臣也都是以脸书啊 那种脸书发表自己的意见 可是比较奇怪的是说 怎么会国台办 讲了那些话之后 他在半夜突然之间 发了这个新闻稿 而且是正式新闻稿 对 正式的新闻稿 也就是说我是很正式 我不知道他是要回应谁啦 可是难免让我们很怀疑 就是说他发了这个新闻稿 而且半夜请问 新闻稿要发给谁 半夜新闻稿不是发给记者吗 那发给记者就是希望他能够报嘛 即使是即时或是平面或是电子 就是要他报导嘛 那半夜请问大家都睡觉了 他要发给谁 那是不是在表态 我觉得表态的态度会比较清楚啊 时间插业 是啊 好像这交作业哦 没错就是直接 就是说在国台办发生之后 他赶快表态 而且他的表态其实 说真的他那个表态是比较奇怪哦 大家还记得最近 大家都说台湾的经济非常的好 然后台湾的经济非常的好 他那其中有一段 股市好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给我们的顺畅 这一点我觉得他之后一定会继续做 所谓的大外宣跟大内宣 也就是说今天你台湾的经济 就像之前武汉肺炎 台湾做的防疫做的非常好 中国是不是吃我们的豆腐 说啊那个都是算在我们的身上 医疗都是中国台湾 都是算我们身上 而且我们都有这个医疗合作的平台 哎你看 现在赵叉刚刚所讲的这个也是啊 哎你们说你们经济好 台湾经济好不好意思 是台湾对中顺差一千四百零五亿美元 要是没有这么庞大的金额 股市不知道跌几成 我们是不是一直讲说 我们的股市飞升 大家都在跌的时候 我们除了是亚洲四小龙第一以外 也是全世界整个经济成长最高 甚至股市大家都在跌 我们是往上翻升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在讲这一段话 你看他现在都讲哦 哦都是我都是我中国 我有顺差 然后呢如果没有我 你股市不知道跌几成 他的重点才是这个状况 你叫我们观察可能也是一个剧本啊 没错后面绝对就是还有很多的剧本 会陆续铺陈 那现在他要对比的 他丢了这个新闻稿刚好有两个 第一个打你江启臣 就是说你江启臣已经跟中国已经脱离了 你就是反共 我现在我要扮演这一个尊共的角色 然后我不只是尊共 我还发新闻稿正式表明我的态度 那虽然台积电的那个事件 那是一个一个状况 所以他要赶快米平啊 把台积电撤出 那是多严重啊 整个中国的经济 所有晶片发展完全往下掉 所以他发现说 哇他那句话说错了 要赶快把这一句补足 而且他要赶快抢夺发言权 你看马英九不是也在抢 所谓抱中国的大腿吗 也是在抢中国的话语权吗 那现在变成说 未来党主席的选举 一定是会所谓两岸竞争 两岸所有路线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 就是亲中跟这个反共 对啊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 赵超康他先抱了韩国瑜的大腿 韩国瑜是亲中的嘛 他很清楚嘛 那现在抱了中国 这个韩国瑜的大腿之后 那他当然要继续延续继续抱中国的大腿嘛 那刚好你江启成讲的这些话 刚刚好 我就来扮演这一个所谓 继续亲中的角色 那把你所谓的路线问题 再一次 请中支持我赵超康 反共支持江启成 把所谓的二分法把它分出来 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 本来以为拜登当选之后 像赵超康这些人啊 林维州不是说拜登当选还要终止那个莱猪进口政策吗 那现在拜登的那个立场已经很明确了 我们来看 布林肯他美国的国务卿 他在国务院发表演说 他上任之后最正式的一次 中国是唯一有实力 严重挑战美国行诉规则价值与关系的全球制度之能力的国家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美国的民主价值会被一个反民主的人给挑战 但用词比较文明 然后呢 要是我们不这么做 中国会肆无忌惮 所以要该合作就合作 该对抗就对抗 那这个要强大的位置跟中国交往 这个话很文明 但是意思就是抗中嘛 那个保民主 那接下来没多久 拜登总统刚刚这个也就发表了一个 第一份的上任之后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他里面的这句话在英文 你看他说支持台湾 他说很多的国家里面呢 这个都要支持民主了 然后要反抗这个那些不利的因素 那下面就是我们会支持台湾 那台湾是什么呢 那个斗点后面是 Leading democracy and a critical economic and security partner in line with long-standing American commitment 这个中文跟英文之间有一点点差距的 这个这个英文是说 他是一个Leading的 是一个民主的典范 然后呢 非常严重的很重要的 经济上的跟安全上的伙伴 所以这个说法的意思 但是呢 接下来呢 他说而且呢 美国的公司呢 做生意不能够跟中国做生意 还牺牲了美国的价值 这个话跟川普讲的话 其实有点像 只是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啊 那我们来看 那为什么赵傲康啊 中国国民党的这些人呢 什么那些很亲中的人都不敢讲话呢 我们来看拜登跟布林肯是怎么说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回来看看 赵大哥 请你发言吧 上任满一个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首场外交政策演说 提出八大优先事项 中国成为唯一在优先项目中 榜上有名的国家 布林肯把对中关系称为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而八大优先事项 包括对抗疫情 经济危机 振兴民主 应对气候变迁 美国维持科技领先等等 不只国务院出手 白宫也公布拜登政府首份国安战略指南 20多页指南中 指出美国要战胜专制中国的最有效方法 是投资人民 经济与民主 确保前瞻性的全球领导地位 全面回应北京挑战 捍卫民主 人权与人类尊严 包括香港 新疆与西藏 更明确指出 美方将支持台湾这个先进的民主政体 关键的经济与安全伙伴 这符合美国的长期承诺 我们对此表达诚振的欢迎跟有衷的感谢 我们也看到了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他们不断对台湾展现强劲的支持 外交部我们也会持续地跟拜登政府来密切地合作 来进一步深化双方紧密友好的全球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挺台抗中立场明确 要结合各国力量 不让中国在国际上为所欲为 好请教美美 拜登讲话比较外交观 他本身就长期就是在外交领域 本来就是外交委员会里头重量级的国会议员 所以他们那个讲话就回复美国传统建制派 那态度 那不太像川普 川普就直求对决吧 那川普是我讲的我也干了 就是这样子 那拜登我们现在看就是说 你可以看他军事上面针锋相对 该秀的肌肉有秀 那很多的事情他表达立场 And then 我还是要看之后 我觉得这个蛮重要 有一点我是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觉得这两年 习近平没有任何软弱的空间 因为他本身建党百年 明年二十大 他会很硬 那我一直觉得他在测试 香港问题他已经搞到 香港人都说是香港版的228大抓捕 那美国表达完立场以后 我认为习近平会观察 你接下来有没有出什么重拳来对待我 如果是外交的辞令多一些 就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认为未来他可能会对台湾 再继续加大压力 所以目前为止 他们是非常清楚的表达这个立场 我想外交官是这样 我不把话讲死 可是我立场很清晰的表达 你也可以把他立场清晰表达 认为说这是一种战略上面的一种清晰 但未来会不会落实到行动上 我觉得这个要再进一步观察 但至少从他的表达里头 看得出来几点 第一点 美中之间 各位他不是短期的经济方面的问题 也不只是地缘战略 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 战略 美国全球霸权 最重要的是 他上升到一个价值与制度之争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站在价值与制度之争 这上头 美国才有力量来团结 所有民主阵营的盟友 为了安全 繁荣 以及生存价值与制度 大家一起天下为终 他才会有那个感召力 跟他的道德高度 他的召唤力 作为世界领袖 他必须要立场非常清楚的表达 这第一点 第二点他很清楚的告诉你中国 就是说你的立场 你的意识形态 你的扩张 你在新疆 西藏 这个各方面的所作所为 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包括你各种穷兵独武的姿态 我美国不会做事 那这里面他提出来 他突出了台湾的角色 注意看 台湾跟中国是一个最鲜明的一个对照组 对不对 中国专制 台湾民主 中国剽窃智慧财产权 剽窃科技 然后你要做中国的生意 你甚至有些生意人 你要牺牲掉美国的价值 台湾不是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政体 台湾 我们其实跟世界的规范规则是接轨的 我们保护智慧财产权权 同时我们跟你是价值一致的 你跟台湾做生意 我们基本上 我们大家是互利 是平等的 甚至于这一次 车用电子 台湾雪中送炭 在全世界疫情危机的时候 中国的送口罩 是要以疫谋罢 口罩外交 连疫苗都搞外交 为他的疫苗 搞外交来服务 台湾不是 我们就是台湾 can help 所以台湾比较起中国 一个是一个良善的 典范的力量 一个是邪恶的 扩张的 仿佛毛泽东 仿佛希特勒在世的一个习近平 所以在这里面 我觉得他清楚的表达 就是说 我们跟台湾是 利益上的同盟 是价值上的同盟 我不会把台湾放在一边 我觉得他是很明确的 跟中国划出这么一条线 因为记住 中国曾经告诉他们什么 曾经在拜登 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以后 中国不是说吗 台湾 新疆 香港 西藏 这是我的内政问题 你不要干涉 我的核心利益 我划红线 好了 我觉得美国就是这样回应你 态度是非常的清楚 只是说在这个回应之后 那么到底 落实到实际的行动上面的时候 到底会怎么做 我们要来看 那特别还为着说 为什么说 生意人 不要因为为了要做生意 牺牲美国利益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 华尔街现在前铺后计 已经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 不断源源不绝的钱 投资到中国的市场去了 这是事实 那么有很多的跨国高科技业者 在游说说 不要对中国这么大的制裁 因为他们要中国的短期利益 可是你这个短期利益的结果是什么 你要不要牺牲掉美国的民主自由的价值 你要不要牺牲掉公平贸易 你要不要变成你也限制你自己言论自由 你要不要讨好中国的极权游戏规则 陈伏在他规则底下 我觉得他也是在敲响这一点 那因此至少我们新建这样子的发展 不过我觉得未来是这样 政治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到目前为止 我都还不敢说所谓的川规败随 我相信拜登也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你只能说目前看起来他的战略 基本上是对中国是远远的很多的防备 你也看得到他也很明确的讲 也告诉你因为拜登曾经讲 美国最大敌人是俄罗斯 怎么对呢 其实他的幕僚是很委婉的 说不是啦 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 拜登那个时候是在选举的时候 对对 他最大的威胁力量是 中国其实才有可能 全方位的危害世界 挑战美国世界老大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拜登是民主党的总统 那民主党在克林顿跟欧巴马时期 前期曾经很迷恋于 他们要去民主化中国 会可以和平演变中国 这个是最严重的 他们傻乎乎的 以为这个跟蒋经国时代的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蒋经国不接触 不谈判不妥协 然后开始探亲什么 那要自我去解释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报纸工作 我们的老板下令 我们对于两岸关系 为什么要开放探亲 为什么要开放三通什么的 理由都是要那个 都是要用我们的三民主义 去统一他们 用我们的民族去感化他们 最后欧巴马的那本书 揭发了所有的真相 原来他们为什么要回到亚洲 就被中国人骗了 告诉你啦 中国共产党不会变的啦 中国共产党不会变 就是宋美龄最懂啦 宋美龄一辈子 根本就不跟中国妥协 张学良 他是这个中国的民主的这个救星 中国国民党蒋介石眼中的民主罪人 西安事变 可是张学良在去世之前 在死以前有去过中国吗 没有 因为他也觉得他被中国人 共产党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啦 变成了一个历史的罪人 你最近看这些 我常常在跟大家说 有一本书非常好看 就是你所不知道的毛泽东 我这个过年假期的时候 还把它再拿出来看 是张荣女士写的 精彩绝伦 就是他用什么样的骗术 把那个政权拿到手 做法跟现在一模一样 所以民主党的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这个习近平太恐怖了 不只是草包 而且还想做毛泽东 做毛泽东还又是草包 那更恐怖 所以这才是 整个的民主党的觉醒 大概在几个发言里面 包括他的国安团队的一个 基本的共识上 应该是稳住了这个 我们在选前 有些人所期待的 就是习近平跟拜登两个哥良好 这样的状况是不是 更别讲民主同盟国家 是有军事的 不只是他们在南海 各个国家要来航经南海 同时还有民主国家的联盟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台积电 要变成一个重要的 made in USA的 一个基本的城堡 所以沈教授 你现在怎么看 这个拜登 虽然美美对拜登 还是有情感上 要观察他是不是真心的 大部分的人也有这样的看法 我想一定是先表态 然后再慢慢出招 或者是慢慢的把他的 这个态度落实化 那我先顺着刚刚那个 寇姐还有美美姐讲的 就是说 其实民主党 他对于中国的态度 在欧巴马时期的时候 是做了一个 第一任跟第二任 是做了彻底的转弯 那早期的时候 确实在美国的学界 跟在美国的政界里头 是有一个大辩论 那个辩论就是在于说 是不是要把美国成功的模式 或者说我们在政治学里面 叫做现代化理论 就是把让他的这个经济繁荣起来 中产阶级茁壮 然后能够让讯息交换 更加的迅速之后 他自然会内部会 转化为一个民主体制 那过去的美国人 确实相信这一套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在冷战时期 他们用这一套改变了很多 非民主国家变成民主国家 那他们相信中国应该也会 所以他们就用接触的这个政策 而且不但是接触 还让中国的经济 能够帮助的这个角度 希望他能够快速的 把他的中产阶级给培养起来 然后以后他自己内部去转化 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后来发现 踢到铁板 就是习近平也好 或者说我们讲说 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国也好 确实就没有如的 美国的这个预期 来做一个转变 所以在欧巴马第二任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拜登 他就发现了说 其实过去的这个政策 必须要做一些调整 而且如果在持续的 让中国经济成长的话 崛起中的这个挑战者 他有一天一定会威胁到 美国的安全 那我们顺着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第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指南 我今天也特别看了一下 他里面全部的一个内容 然后找出几个比较值得 跟观众朋友来分享的一些讯息 那刚刚有提到说 过去美国会把他主要的竞争对手 视为是俄国 但是在这一份的 这个战略指南里头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兴趣 可以去里面看 他在标题 光是在前沿里面 他就提到了中国 然后把俄国是摆在后面 而且整份的这个指南里头 21页的这个指南里头 出现了中国高达15次 而且只有一个 是比较倾向于持平的 其他的14次 全部都是用威胁的论调 或者是放在一个 威胁的情境里面去描写他 那一个唯一比较持平的是在于说 我们也并不排斥 可以跟中国合作 但是前提是在于 并不能够危及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其实即使是在合作的情况下 依旧是美国优先 我觉得这个很自然 然后俄国呢 只有五次 然后伊朗有四次 北韩有两次 所以过去我们都会认为说 对美国来讲 可能真正的对手 是在于俄罗斯啦 或者说伊朗啦 或者北韩啦 那你现在看到说 这个所谓的安全指南 这个是拜登第一次 上任之后的第一次 正式的安全指南 然后中国就高达了15次 你整个俄罗斯 伊朗跟北韩加起来 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确实是可以认知到说 将来拜登把中国 视为是一个竞争对手的 这个态势是非常的明确 然后再来提到的是 他对中国的形容是 一个崛起中 而且刚刚美美也有提到的 是一个崛起中 而且可以集结 全方位的力量 来威胁美国 但他对俄罗斯的形容 只是在于说 俄罗斯现在进入到了一个 相对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他讲难听了 他还是一样 瞧不太起俄罗斯 就算俄罗斯有什么威胁 我们一样可以搞定 但是他担心中国 跟以前苏联是不一样的 苏联跟美国冷战 他的GMP只有中国的九分之一 越当一个广东省 没错 所以他现在对于中国 是真的是打从心底里 会认为这是一个竞争对手 然后再来刚刚扣姐 也特别提到了说 像德国也好 英美也好 他们澳洲 大概也都是在军事上面会来 他在国家安全战略指南里面 也特别再次的强调说 美日印澳还加入一个南韩 像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网 美国是不会放弃的 所以他也特别提到了 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这份战略报告里面 就提到了说 我们会把北大西洋 这个公约组织 持续的在跨大西洋的合作强化 而且会把这个模式 放到印太地区 也是放到整个太平洋地区 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我们以前所听到的 包含像第一舰队的要成立 或者说整个美日印澳 加上南韩的这些多方的对话 或者是回到多边主义来看 这个应该都是未来会逐一的落实 所以现在先看到的是先表态 那这个表态其实有一些延续性 就是说他跟川普执政的这个时候 其实是并没有太大的转向 那很多人就会担心说 是不是口惠而始不至 像刚刚美美姐讲的说 我们是不是要接下来听起来要观其行 我相对是乐观了 因为第一个阶段当然是 要先做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然后当他处理好疫情 或者处理好经济以后 处理好选前的这个选举的一个 纷争之后 那他会慢慢的再把这个重心 拉回到印太地区 而且去做好 对于整个中国的一个防堵 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值得 去做一个期待 就他以这个就是民主联盟 重新回到一个打 我们讲的这个比较白话文就打群架 以前川普是自己单打独斗 那打群架其实他已经开始做了 那也有实际的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那他的行动的贯彻力 其实从Made in Taiwan 这个Made in China这件事情 变成Made in USA可以看出来 因为拜登的前一个重要的演说 是要把他们的重要的产品 包括包括公共卫生产品 对不对 就是口罩啊 这个医疗啊 这个防疫的设备 包括晶片啦 那包括那个那个电池啊 有没有那个 这个电池的能量要加大吗 就是台湾都很会做这种 什么手机啊 车用电池 他那时候宣布了有四项产品啊 对不对 要回到美国 要美国来生产 最后一项台湾没有的 那叫做稀土 所以他前一阵子他是讲 大概在两三个礼拜以前吧 他发表了 他不是在记者会里面 还拿了一个小金片讲 说那个这些重要的 国安的这个产业呢 要回到USA 那回到USA怎样呢 他已经在实践了 就是台积电了 台积电现在在中国的 这个厂之外 在台湾有竹科中科南科 然后呢 他们现在在华盛顿州 有一个8寸晶圆厂这个 然后在亚利山纳州 有12寸的晶圆厂 他们现在这个产值要 要盖多少 亚利山纳州要盖6座厂房 投资达到了台币1兆元 那是南科区的两倍大 那5奈米的制程呢 2024年量产 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吗 他们现在寄出了协助申请绿卡 这都是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很快速的 来这个帮忙 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 所以美的USA这件事情 他已经在做了 这个就是川普 之后的拜登政府的行动 就是元宇观察他行动的一个指标 你看协助施打新冠疫苗 本薪翻倍租屋补助 租车代步签证补助 机票补助 子女幼稚员到高中学费补助 搬家500公斤补助 派任初期一个月免费住宿 税金补助 允油语言进修补助 所以我告诉各位年轻人 在我们的年轻时代 大学毕业师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美国 我们那个时候大部分人 都是要留学 要学英文 要世界化 那后来为什么在台湾 很多的年轻的一带 有一段时间里面 让人觉得很悲情的是 他们都不太学英文了 因为有中国 很容易就去了 然后做生意台商也不需要了 全部都到了中国去 结果发现那个地方 是一个想象中的天堂 事实上的地域 现在大家都撤了 现在的机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WTO的 这个中华经济研究院的 这个中心的副执行长 李纯教授 他今天早上接受 我的电台访问的时候 他说这是台湾的机会 将来我们的大企业 会全球化 所以我们的台湾的人士 开始外派 外派到不是中国的地方 然后台湾的服务业 可以补进来 变成另外一个 服务业的台积电 这是台湾的另外一个 要升的机会 看你我要不要掌握住 更重要的是 像凤梨这种事情 短期之内我们解决了 可是长期来讲 我们的下一个布局 跟下一个 给年轻人的平台在哪里 来看一下李教授 他怎么说的 像台积电的中国厂 其实是为了他国内的市场 为了中国市场 南京厂 事实上去年还传出 还在扩厂 因为中国大陆 大部分的晶片需求者 并没有被美国禁令的影响 大概就是华为为主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的 晶片需求者 是需要台积电南京厂的支持 我觉得台积电是个象征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像台积电这样 那像封测厂 日月光等等 全部都要去了 做清洗液的 它是一连串的 它是产业链 拜登最重要的核心政见 就是叫做 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力量 那他说要重振的方式 要恢复美国制造能力 让他在那边设厂了之后 那台湾就会被抛弃吗 也不见得 因为技术还是在台湾 我觉得技术在台湾 他现在这个研发的 生产的这个技术 一时之间也不可能移转 台积电如果他到美国生产 那当然他的 这个公司的盈利会 还是在扩大当中 可是他的就业机会 可能是到了国外 但是很多的 也可能是我们台湾人外派了 所以要请教 在场最年轻的朗东 今天李教授就说了 现在的年轻的世代 大概七八年级生以后 就可以想象一个 全球化企业 这个触角到全世界的一个场景 以后我们的外派 就不止只是单纯的 过去这20年来 集中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机会 当然那个长期来讲 如果台积电 其他的台积电出去的是 风测产业链 全部都一起出去了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的GDP的 经济发展补足 我们的服务业 或是其他的相关的产业 也要这个来提升 可是这是另外一个 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对 李纯老师 他其实讲得非常好 35年前台积电投入晶片 而且他20几年前 也拒绝说被中国诱惑 所以说台积电保有 这样的一个竞争力 一直到现在的时候 整个世界非常疫情吃紧的时候 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晶片的这个技术 在国际上面的重要性 就完全的展现出来了 那其实过去 大概在2010年左右的话 有非常多人担心 因为很多人都被中国吸引过去了 很多台湾年轻人只想说 哇 我要怎么样去中国那边去赚钱 可是大家会发现说 第一个中国那边就把你当成是用后 利用完之后就丢掉就没有用了 那现在呢就是说在中国那些台干 陆陆续就回台湾 未来台湾社会的年轻人 他看到的是全世界 他看到说在美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在世界各地有更多工作机会 他知道说中国所带来一个风险 所以你回过来前面两个重点来看 第一个讲到就是说 什么天然独天然台的这个事情 这国台办他们或者是中国那边的单位 他一直不想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对于台湾年轻人来讲 就是在这块土地长大 当然就是这块土地有感情 你不可能是说什么 我看了一下你以前那种 国立编板的教科书 然后想到长江黄河之后 我就会流下眼泪 这完全是背离生活经验的嘛 以前我在高雄念书 在高中念国中高中 放学的时候 期中期末考完的时候 就是去看西子湾 去看爱河 你看黄河看什么 现在对很多台湾年轻人来讲 他想到中国文化就在欣赏 是把他当外国文化在欣赏 更不用说这两年来看到习近平 他一直在做非常多的武力威吓的事情 所以你一想到是说中国就想到了 一国两制 想到了香港 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处境 所以对于台湾未来 这个新的世代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中国这个反弹 是非常的明显 那回来看第二个重点是说 刚刚也提到是说拜登 他这个非常完整的这样的提议 那我觉得看了这也是有点感触 因为他里面大部分的这个内容 说中国太自信 可以结合经济外交等等的 去对全世界施压 这其实他说在这整个报告内容 跟川普真的是大同小异 唯一的一个差别 就只有他讲到说 这个中国在美国 他不会贬低跟批评盟友 这是暗暗酸川普 其实他跟川普的政治 都完全一样 只是说他跟川普不一样 就是说他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 他也没有离开WHO 他愿意去跟欧盟跟其他国家 一起联合起来对中国 他过去那个拜登不是在讲说什么 俄罗斯是最大敌人吗 他现在不讲 他现在说俄罗斯伊朗北韩 确实跟美国之间有一些紧张的关系 但是中国带的挑战不同 他把中国独立在俄罗斯跟伊朗北韩之外 视为他已经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了 这个是这个报告 他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简单来讲 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中国就是最大威胁 只是他不好意思把话讲得非常的白 甚至在说今天跟明天最重要的事情 是在中国召开了两会 包含他是中共建党百年 在两会前的记者会上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就是NBC的记者 直接问他 说这两年来 美国人对中国负面的态度 从47%甚至73% 那问说到底他们这个发言人 对这个有什么样的态度跟立场 结果中国那边会议的这个主持人 他就回答的方式就是说这个其实都是那些人在操弄 其实中国还是获得全世界的喜爱的 只是说就有一些国家 有些人抱着政治企图去做假民调 去操弄民调 他根本否定这件事情 那当然对美国人来讲的话 不然他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自我检讨跟反省 但中国态度是完全没有在反省的 他告诉你说这些全部什么以异谋独 这都是一些有心人士的政治操作等等的 都是美帝的这个阴谋 他这种态度会使得中美之间那样紧张的关系 西方世界对中国不信任的关系会持续下去 那台湾在这个角度上面的话 其实我们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说 一面倒的往中国倾斜 那其实我们也蛮庆幸说 我们包含我们的科技这些竞争力还保留 然后以及是说呢 在整个疫情当中我们也存留住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 他真的是很失落 那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个失落 那你们觉得拜登就服务嘛 拜登一上来之后就会巴着习近平大腿啊 为什么国民党会这样想呢 因为国民党的人想说 台湾就两大政党 一个亲中一个抗中 他就觉得说美国有两个政党 结果不敢 拜登也说中国是威胁啊 他也不敢骂他 对所以说国民党他将心比心 觉得说我比较亲中 那相信民主党也比较亲中嘛 没有民主党整个转向 结果他看到是说美国人民73%都对中国反感 那民主党他要继续血 那怎么可能说呢 对中国卑躬屈膝呢 所以新的局势对台湾其实是有利的嘛 我们讲的就是不管是台积电所开发出来的 台湾的经济平台啦 新的世代的这个对台湾的那个 身为一个台湾人看不同的中美关系 中美台关系台美关系 对不对 对于将军 你的女儿也是年轻世代吗 对不对 也是年轻的 而且女儿也是学资工的资讯工程 所以其实从拜登的这个整个大战略看出来 非常明显的一件事 就是台湾现在的机会来 为什么说我们的机会来的呢 美国能源没问题 他掌握了足够的能源 美国现在缺什么 他缺各种经济还有科技的关键因素 这个关键因素是什么 就是晶片 这个晶片 为什么我们台积电做得出来 第一个台湾制造 技术留在台湾 第二件事情 他没有被中国给掌握 所以现在美国很担心一件事 如果台积电被中国大陆掌握怎么办 那所有关键技术 关键的这种晶圆片 全部被中国大陆掌握 这还得了 所以说现在台湾的立场 台湾的方向要很重要 你怎么可以带着这个重要的晶圆片 重要的全世界在抢的东西 往西靠 你往西靠那是什么 那是唾弃了民主 唾弃了自由 要走向极权 所以说现在不是向中靠 还是向美靠的问题 我们要向自由民主靠 因为我们要确立我们的自由民主立场 而这个晶片为什么这么重要 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多 城市写作 城市设计的人才 但是再好的选手要跑道 这个晶片就是各种 城市运作的跑道 你每一个地方 我们车子的头灯亮 为什么它可以感应光都亮 里面有一个小型的晶片正在做运算 他高等的设计师 写了晶片设计 丢进去之后 丢到这个城市 你没有这个晶片 它跑不动 大陆说没有关系 我们也有 对 这么大 它的这么大 你一个头灯 晶片是它的三倍大 你说这怎么用 一台电动车 一百多片晶片 所以你要把晶片做的又小 运输又快 换算又快 最主要低温 它的温度很低 不会换算一下就烧爆了 所以这就是台积电的关键技术 这些技术谁想要 中共想没有 想要啊 到处挖人 找我们的人才往那边跑 对不起 台积电做这个事情 做得比国防科技保密还要严重 不只中共拿不到 美国也拿不到 到美国 美国也拿不到 美国也拿不到 美国这个国家文明一点 是 我为什么要台积电去设厂 我相信军用里头有很多的晶片 它其实要 它台积电就直接到美国去了 它第一点 第一点大家回想 有这座复国神山 如果你时间拉回去 当年 连这个蔡英文在当中围会 对此突围的时候 阶级用人 而且阶级管理 对不对 那时候不是很多人 就发生经营厂就去了 所以当年 台积电 对 如果我给你一讲 你需要可以台积电 好 好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